2023年式的MX-5 最主要是車身外觀的顏色不一樣 就像我們今天試駕這一部 是所謂的流光金車色 搭配一個Red Top紅頂 還有可以選配的赤桃紅 就是一個紅內裝NAPA真皮的內裝 此外機械最大的更動就是做一個KPC Kinematic Posture Control 可以翻作運動姿態控制系統 或者簡稱動態控制系統 在你過彎的時候 橫向G值超過0.3G的時候 煞車系統會輕微的針對彎內後輪施以自動力 讓懸吊的反作用力把車身往下拉 過去開這個車原廠沒改的時候 你會覺得側傾有點大懸吊有點軟 這套系統宣稱它可以把車身往下拉 讓你的循跡性更高 更達到所謂人馬一體的感受 身為現行的車主我非常好奇 這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現在跟著我上車馬上來好好體驗一下 一如它的外觀 其實內裝它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那主要是我身後這一套跑車座椅呢 加上了所謂赤桃紅的這種選配顏色 那這個真皮還是比一般版高級一點 是NAPA的真皮 而且它有白色的縫線 此外呢它的配備也沒有任何其他太多的更動 中控螢幕還是小小的7吋螢幕 但是基本上反應不差 導航系統你要另外加價購買 我的建議是直接carplay 雖然它的carplay還是要接線 不管是導航啊音樂種種 你都可以用會方便許多 儀表還是三個圓形的設計 左邊是數位的 兩邊是傳統的類比式儀表 定速系統啊 代速自動熄火 車道偏移 這些比較科技的配備它是有 但是呢自動跟車當然還是沒有 中央有一個小小的零錢盒之外呢 就是後面有一個置物盒 那前面當然還是沒有手套箱 那左右兩邊你可以放東西的地方非常少 手機也只能塞在前面這個地方 那總之這就是一個追求極致輕量化 跟非常純粹駕駛感受的這種方卡 這台車呢它是所謂的red top 就是紅頂喔 紅色的這種軟棚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的開關非常快 雖然是手動設計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的這種敞篷車 幾秒鐘你就可以享受這種陽光空氣 跟風的感受 身為現行ND2的車主 其實跳上這台車真的 完全不需要適應喔 很快就上手 MX5講究的就是一種輕鬆血液 就可以駕馭的敞篷小跑車 我個人非常喜歡喔 就是這一具六速手排的變速箱 換檔的感覺非常明確 然後行程非常短節喔 甚至有一點以前快排的感覺 它的三個踏板安排也非常的恰當 你要做一些賽車技巧啊 那種種種其實都非常方便 那離合器行程也非常的輕 非常的輕巧喔 雖然原廠的MX5 並不強調喔 像以前本田S2000 那種非常緊繃喔 非常競技的駕馭感 但這台車其實只要經過調校或者改裝 它其實還是可以帶給你非常不錯的速度感 那當然還有幾個重點 它的車身非常輕喔 只有1066公斤 車身小巧 軸距也非常短 然後重心非常低喔 坐在車內就彷彿坐在地上的感覺 那這些優點 一樣都被保留 認真的加快一點速度 來感受這一套KPC的感受 過去原廠的MX5啊 過彎總有一種 我開玩笑講 有一種車頭快翻過去的感覺 它的懸吊設定比較軟 行程也比較長 那過彎你的側頸會特別的大 哇 有 有 現在多了這一套KPC系統之後 你會覺得過彎的時候 有一股反作用力 把你往下拉的感覺 車身側頸就沒有那麼大 那循跡就比較服貼 太棒了 這種後輪驅動小跑車啊 在你過彎的時候 激進一點啊 或者早一點給油 車尾就會滑出去 那這種後輪驅動車 才有的樂趣 真的也是非常難能可貴 我自己的車 改了貝斯登的避震器 跟短彈簧 那車身稍微降低 雖然整體的操控性變好 但是舒適性有稍微的犧牲 那這部2023年的MX5 藉由這一套KPC系統 維持一定的舒適度 但是過彎的時候 那種快翻過去的感覺 確實被抑制了 但我給你的建議 就是原廠這一套S001的輪胎 我個人是不太滿意 我覺得它的抓地力 它的排水性都不夠好 那以MX5底盤的潛質來講 其實更應該換一套 好一點的輪胎 你現在想要買一台 這種非常純粹啊 純粹的前置引擎 後輪驅動 手排的敞篷小跑車 目前市場上 你大概沒有什麼選擇 你在網上可能 就升價好幾倍的 保時捷718車系 以這個定位來講 MX5 目前還是獨一無二的 最好的選項 當然你會說 像Toyota的GR86 Subaru的BRZ 他們也都是 有手排後驅選擇的小跑車 但最大的差異就是 他們沒有長篷 他們沒有長篷 好的 我們就在試駕當中 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那今天這一部 2023 馬自達MX5 對於像我這樣的 現行車主來講 有沒有吸引力 坦白講我覺得它 整體變得更成熟 那主要是多了這個KPC系統 我覺得原廠已經幫你調到一個 非常協調非常均衡的狀態 那頂多你就是換換輪胎 換換來令片 底盤的定位重新校正一下 我覺得差不多了 真的非常完美 那當然呢 經過這些配套之後 它的價格也比較高 你今天試駕這台車 MX5的 Red Top 就是紅頂車型 它已經來到 一個接近140萬的地步 那價格並不便宜 另外一點就是這台車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就是 現代化的性能車 它的性能通常都非常好 操控也非常穩定 但是它並不能夠提供給你 像這台車這麼純粹 讓你開著開車 就會發出微笑 讓你感覺很快樂的車 我覺得目前市面上 真的沒有太多的選擇 而且非常測試 得到一個更多的選擇 關於我們 為這些粵状